本章主要讲的是涂防水漆的概念 基本上这样子 我个人是非常不赞同涂防水漆的 可是就算连涂防水漆 一般人也有很多错误的概念 所以我不得不跟各位分享 那基本上的话 你要涂防水漆 你记得在进料的时候 你要选多个不同材料的防水漆 颁奖俊南厅的 每一张涂完的时候都要照相 那涂的时候你要注意厚度 注意高低点 那为什么至少多个颜色 为什么要注意这样子 因为你有进料不代表你有涂 那你今天没涂完一遍 你总是要照相 四个角都照相 四场你可以肯定 那这厚度的部分 其实最主要就是要靠监工 那多个颜料的部分的时候 而且你要注意 涂刷的方向 进管方向是不一样的 这样效果才会好 就是一层是横的 另外一层是直的 用这种交叉式的涂法 效果才会好 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今天讲 你的凹角的部分 就算你今天涂房水清 凹角的部分 你还是要加不支部 普贴 这样你厚度才会出来 然后垂直立面的部分的时候 千万在涂的时候 你要选到材料比较好的 它有我们讲PU 它有所谓垂流型 不垂流型的 就涂上去 它尽可能不会掉下来 才不会有那种 有颜色 没厚度 那讲究竟效果接近是零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在涂防水器的时候 你要注意我讲的这三个重点 然后再来 其实最大的重点在施工前的部分 施工前的时候 你要确保你那些条件是吻合的 第一个 你施工前 你的所有清洁状态要做得很好 不可以有一些小石头 碎石头这种东西 就是说你的表面一定要很干净 你涂防水器才会有效果 不然的话基本上来讲 你涂了一个防水器 上面可能一个小小的石块 你一踩 那防水器就破了 对不对 它形成薄片的部分 而且甚至有的 有的防水器 它是非常怕紫外线的 你就要再加涂一份保护的部分 所以说你在施工前的重点是干燥 干燥它的重点在哪里 干燥重点是最主要的话来讲 如果说它的地面是没有干的 是不适合的 那你今天你可以用湿度计 你也可以甚至我书上所提到的 你用一公尺乘一公尺的那种透明的薄片 有没有 然后密贴在地板 然后看上面早晚看 就在前一天看 有没有露水或蒸馏水 你就可以确定说 那个地面是不是充分干燥 当然你可以用平面湿度计 测这样是最好 可以测出来说 基本上来讲 它是会有施工前标准 如果施工前标准你没有注意的话 你铺上去的时候 到时候水气整个撑起来的时候 你还是一样破裂 因为它里面有气 有气的时候 你在踩的时候 有气它就没办法密合 没有办法密合 踩的就破了 结果还是完蛋了 所以在施工前的干燥是非常重要 施工前的清洁也是非常重要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它结构层本身你一定要修补好 你不要说你那里结构层已经有干裂了 然后你完面再给它铺一层 早晚都是会撑开的 所以结构层的修补 也就是结构层本身是平坦的情况之下 这防水器才会有所谓的效果 所以个人如果说你屋顶层的部分 个人建议你还是如果说你可以支付这一笔费用 当然我们单纯来讲 我们先讲小面积跟大面积 理论上这种东西 就算你要做平面工法 小面积一样可以做 也没有人规定说一定要大面积才做 当然是有一招钢 当然如果有人说 我要稍利清有大宗的机械 这东西当然是有一个道理可言 但如果说你是用拼贴自年式的 讲句难听的也不用什么加工器材 一小面积怎么不能贴 对不对 先贴看看再说 有效果就解决没效果 你铺一整面不是一样没效果吗 所以如果你可以拆除的话 个人是建议有毛毡 有五层次有七层次的贴法 各位一定要照项不来 第二个部分 如果说你不拆除的话 你可以用PVC那种整卷的 他整个去拼贴 千万要记得 你那一个到时候 那整个平面防水坡要往上 往上绕到女儿墙上 然后用五金收头 上面要加冷浆 效果才会好 你如果是不拆除了 你可以用PVC的方式 整个铺贴 然后加透气口 这样你的效果就会比较好 虽然个人不很赞同用防水漆 但是如果各位真的 真的也不得不考量这样 或者说你只因为说自己想涂一涂 那你千万要记得 材料部分要选好一点的 然后要记得多个颜色 那凹角的部分 千万一定要加不支部 一来可以增加弹性 二来可以加高防水厚度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张明毅 我是玩销利益的共同作者 谢谢